小時候1963年看一部電影叫《龍虎榜》 我小時候看《龍虎榜》 這就是掘地道 這就是打氣,令到地道有空氣 然後就伸出集中營 離開 在房間掘個洞 然後就走出去 一著用房間的木 撐個洞 把泥放進去 把木裏放進去 然後封箱讓它有呼吸 在這裏 一著走出去集中營 但是很幸運 就是它本來可以去到森林 就沒事了 探舍當中看不到它們 但是它挖短了10日 所以最後有80人成功走了 但是呢 接著就被人發現了 而這80人有50人 被人捉回去之後就槍斃了 另外有27人 分散去其他的集中營 只有3個人成功走了 所以只會去腦 而槍斃的50人 當中有6個是加拿大人 它很過癮的地方 就是在剛才的關科 我們可以看到 Gray Escape那條地道 在1st floor 或者2nd floor 應該不說 它就說回集中營 那裡 假裝寫字 實際上 地道就是這裏 然後 集中營的床位 像風箱這樣打氣 我覺得 頗有心思 剩下的